附膜 附膜 附膜包覆大部分腹腔内的器官 能分泌粘液 润湿脏气的表面 减轻脏气间的摩擦 腹腔脏气的血液 淋巴和神经组织 经由附膜与外界相连 附膜也具有吸收撞击 保护内脏的效果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附膜癌防治指南上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吉林卫生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长春肿瘤医院 胃肠肝胆医外科特聘教授 王世龙 你好 王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王世龙 1983年毕业于 白熊恩医科大学 原航天中心医院 普通外科主任 现任长春肿瘤医院 胃肠肝胆医外科特聘教授 拥有35年医学实践 在普通外科疾病和治疗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在甲状腺 乳 肝胆 胃肠等疾病的诊疗上 做了大量的工作 下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 豆豆 豆豆你好 主持人您好 王教授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豆豆啊 你知道咱们的腹腔当中 都有些什么器官吗 这我知道啊 比如说像胃啊 一线啊 还有肾啊之类的 说的还挺多啊 那其实这些器官呢 都被一个保护膜啊 给保护起来了 那这个你知不知道呢 保护膜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的肚皮 可能就是一个保护膜了 其实也没有错啊 不过啊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腹膜呢 它其实啊 也是一直在保护着 我们腹腔内的器官 那么王教授啊 您看我们对于腹膜的了解 都比较少 您能不能跟我们来 详细地介绍一下腹膜呢 腹膜总体来讲 它就是一个腹腔和盆腔 覆盖盆腔表面上的这一层膜 它分脏层和这个臂层 脏层呢 就是覆盖在器官上的这层膜 干包膜都属于脏层 然后臂层呢 就是腹壁表面上的这层膜 叫臂层 它主要是分泌功能 保护功能 起了一个运滑 它的分泌啊 起了这个腹腔内运滑功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咱们肠子就经常在蠕动 那就因为这个腹膜 分泌一些这个液体 滋润着这个腹腔脏器的 这个蠕动 再一个它有个保护功能 腹腔内有一些炎症 它可以吞噬 可以包裹 这是主要的两种功能 其实呢 说到腹膜 我之前听说过 有腹膜炎这种疾病 那王教授 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腹膜炎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原发性腹膜 这个发病比较少 比较少见 一种是激发性腹膜炎 什么叫激发性腹膜炎 就是腹腔内和盆腔内的脏器 发生炎症了 波及到腹膜 引起腹膜发炎了 就引起 有的局限性腹膜炎 有的弥漫性腹膜炎 化弄性腹膜炎 腹膜炎到一定程度就很严重 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 叫做腹膜癌防治指南 那么王教授啊 这腹膜也会长肿瘤吗 这个腹膜癌 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腹膜癌 这个公民思议啊 就是腹膜上长的癌 它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激发 就是转移性 所以其他器官的癌 能转到腹膜 这个比较常见 另一种形式就是原发的 也像原发性腹膜炎 是比较少见 那么说到腹膜癌这种疾病 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那么王教授 这种病它的发病因素 都是些什么呀 这个激发性腹膜炎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在腹腔和盆腔内的器官 得了癌症 通常啊都是通过血液 和淋巴进行转移 有些这个这个叫癌症呢 就它就侵入到了 这个腹膜 治疗的不及时 到一定程度 它可能就侵犯到这个腹膜上 尤其腹膜也生长这个腹瘤 广义上来讲吧 叫转移性腹膜癌 这种腹膜癌呢 在以前 这个一旦有腹膜转移了 就因为是癌症晚期了 就很难治愈了 另外有一种就是在 治疗切除这些腹瘤过程中 把这个腹瘤细胞 这个移流到腹墙内 种植到这个腹膜上 以及腹膜 这个发生这个腹瘤 王教授啊 我记得您刚才说过啊 这种激发性的腹膜癌呢 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这种原发性却很少见到 但其实我们也想知道 这种原发性的腹膜癌 它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腹膜癌刚才说了 主要是肩脾瘤 这个原因呢 现在还很不清楚 没有搞清楚 但是它的发病率呢 也很高 这个相对来讲 它还挺高的 它不但在腹腔内可以发生 也可以在胸腔内 发生肩脾瘤 腹膜 为全身最大和匹配最复杂的浆膜 其面积约与皮肤相等 由肩脾及其外面的节地组织构成 薄而表面光滑 呈半透明状 腹膜癌 起病缓慢而隐习 早期多无自觉症状 当肿瘤生长到一定大小 或累积其他器官后 方出现临床症状 那么除了您刚刚所说的这些啊 腹膜癌这种疾病的发生 和我们的年龄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它大致都和这个引起腹膜癌 这个疾病的这个年龄有一定关系 像胃癌有一定的高发年龄段 结肠癌有一定的他自己的高发年龄段 这个肝癌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腹膜癌的年龄段不是那么准确 那刚刚王教授也和我们说了一些发病因素啊 还有高发的年龄段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 可以多多注意 那么王教授啊 腹膜癌早期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症状 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个这样的预判呢 如果以前有过这个腹膜内 或者盆腔内的这个器官得了肿瘤 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腹膜内 有没有疼痛啊 什么这个包块啊 用腹水啊腹胀啊 肿瘤的一般的那个临床情况 这是在有过这个癌症的经历的人 没有癌症经历的人 就是说还没能发现有癌呢 他就已经出现这个腹膜癌了 这种情况呢 大部分都是这个腹痛 腹腔内有肿物 这个有腹水 出现那个腹腔腹位增大 这个腹水呢 又是血性的和粘液性的这等等 那么王教授 如果说我们担心自己得了这方面的疾病 甚至是说得了这个腹膜癌 那我们到医院之后 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这个主要要检查这个 这个肿瘤标志物 就抽血 一定要要检查这些东西 另外做一些物理检查呢 就是主要是B超和CP 看看腹腔内有没有腹水 应该说这个腹膜癌 这最早期症状 就腹腔又少了 腹水 以后腹水最大的增加 腹水能增多了 它可能就明显了 如果正常人是没有腹水 那了解了这么多啊 我也感受到了 这个过去咱们没太听说过的腹膜癌呢 其实也是挺可怕的 那面对这样的疾病呢 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所以咱们还是请王教授 给大伙介绍一下 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腹膜癌呢 这个腹膜癌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 因为它和这个什么肝癌啊 胰腺癌啊 胃癌啊 结肠癌啊 腹腔各个脏性 还包括这个咱们女同志的这个 子宫癌 这个卵巢癌 这个这些癌都可以引起这个腹膜 那个转型腹膜癌 所以在防治其他原化癌的这个基础上 就可以那个这个 间接的防治了这个腹脉 另外医生在做 刚才我说那些手术的时候 术中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要把癌气泡掉落到腹腔内 引起腹脂 聊到这儿啊 其实我想跟大伙说的呢 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且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这才是抵御病魔攻击的最大的保护伞 那下期节目 我们还会和王教授一起啊 跟大伙一起聊一聊 关于腹膜癌治疗的话题 那本期吉利卫生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